天气阴晴不定 风云变幻莫测 此处乃马帮经常出入的地方 大家务必小心 是 我们已经等了半个月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来 住持要我们先来这里 目的便是要在最后关头 接应袈裟一波 召集天下南少林弟子 重建南少林 所以无论我们再等多久 也都要等到袈裟一波送过来 但到底谁会把袈裟一波送过来 住持自有安排 我们只管等着就好了 你们几个到那边 是 这是马帮的地方 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来拖住他们 你赶快带着袈裟一波 跟南少林的人会合 别胡说 我不会丢下你不快的 袈裟一波 在你至善师兄的心里 比他的命还重要 你不是要亲手交给他的吗 别想了师姐 快走 我是要交给他 他不一定要亲手 你快走 师姐 走 马帮的兄弟 这次我们不是押镖 只是护送孤寡回乡 车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人有人买 货有货卖 一律照杀 不知死活的婆娘 老郑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姑娘不错呀 留下吧 带小剑快走 动手 动手 你也不 好啦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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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這 呀 Hab Jahre 已在那裡 我看一次找死 師兄師兄你沒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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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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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師兄師兄師兄 善哥 没人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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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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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主不必太过伤心 其实自从当日 于青帮帮主司徒正一战 至善师兄就受了重伤 而且伤及脏腑 达摩堂的堂主 想尽办法也无法医治 师兄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不再想让任何人伤心 虽然如此 也不需要假传死讯 暗中来了这里吧 那是因为朝廷一直敌视南少林 加上当时为了救武师主的父亲 一再得罪朝廷 注释方丈忧虑南少林 终归难免一截 所以暗中令我们来到这里 与陵法寺联络 万一南少林出事 夹杀一波难度 便在陵法寺再续南少林法脉 至善师兄 觉得自己要为此事负责 坚持过来 未免被人发现 索性假传死去 没想到南少林真的遭逢不幸 至善师兄 还是难逃此劫 既然这善师父已不在人世 那惠仁大师所交托的夹杀一波 就交于你们保管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日将达摩祖师的夹杀一波 交回你手 希望今日以后 你们可以把南少林 再次发扬光大 我欠南少林的 就算还清了 南少林欠我的 也一笔勾销 今后大家再无关系 今后大家再无关系 我要沿江南下 沿江南下 做什么 我要找善阁 找至善师父 我不相信他真的死了 师姐 我们都亲眼看见 他从山崖上掉下去了 即使他真的死了 我也要找到他的尸首才甘心 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们回峨眉吧 我不回去 找不到善阁 我是不会回去的 师姐 谁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大师 请收我为徒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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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喜欢他 想不到前两天还是狂风暴雨 今天却是和风日丽 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啊 我本来以为自己中风必死 怎料到梁医师 你能够及时赶到 救了我一命 今日我能够在这里饮酒厅去 全凭你妙手回春 我来 敬你一杯 周恩 您大病出狱 不能豪疑 只能想着 等会儿就能听到苏三娘唱曲了 多喝几杯 又能如何 好